各位如果要知道这个关于 Proton 的消息 你们知道订阅谁 它的消息最准吗 其实就是本地有一个马来网站叫做 Fantasico 然后最近 Fantasico 就爆料了一个关于 Saga MC3 的消息 那么这款车根据它的说法 根据它的内幕消息之处 这辆车会有很多很多的改进 包括外观设计有改动 然后 Engine 有改动 那么大家想知道这个 Saga MC3 的改变到底在哪里吗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其实 Saga MC3 这款车并不是 Fantasico 空穴来风 这款车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它们存在呢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秘密啦 不过可以知道的是 这款车最快会在 2025 年 最慢会在 2026 年发布 其实作为 Proton 目前最好卖的车款 Saga 进行一个更新改动 其实也是我觉得人之常心啦 那么实际上 Saga 是在 2016 年推出 而且它的平台啊 它的整体架构呢 是基于上一代的 Saga 也就是 2008 年的车款 就是已经算是非常老旧了 但是呢 它代表的就是一个稳定性 还有这个火产率高啊 因此呢 一直沿用到现在 对于这种低成本的小车来讲 我觉得还是足够了 而主要的升级点呢 据说会在外观设计跟内装设计 因为就算现在的这个 Saga 外观设计 它们已经经过了两次修改 但是其实也是一个 2016 年的老车款啊 所以呢 据悉呢 这一次的改动呢 会有一个比较时代化的设计啦 就是可能加入这个 LED 的国材 可能加入 LED 灯 然后外观设计比较流行一点点 所以会比较符合现在人的审美标准 那么至于在内装的部分呢 这个内装设计 目前的 Saga 其实就真的是很老啦 所以呢 根据这个 FANTASIC GO 的消息指出呢 整个 Saga 的内装设计呢 会有个比较大幅度的改进 可能会更于偏向现在的这个 Iris Persona 这样子的设计风格啦 也比较时尚一点 假设呢 目前 Saga 的这个内装设计 它的这个人体工学啊 还有些设计其实蛮不合理的啦 尤其是这个冷气出风口 跟冷气调节按钮的设定 另外呢 它的这个 Stairing 也太细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会做出这些改进的话 对于 Saga 它整体的舒适性跟这个壳操控性也会进步更多 那么还有一个改良的重点 就是它的引擎的部分 根据 FANTASIC GO 的消息指出呢 在 Saga MC3 上面呢 我们就会看到新的引擎出现 因为目前呢 Saga 是采用这个 1.3 公升的 Cam Pro Engine 根据 FANTASIC GO 的消息指出呢 在这个 2025 年面试的 Saga MC3 呢 很有可能会更换那个全新的引擎 也就是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而目前的这一个 Saga 呢 采用的是 1.3 公升的 Cam Pro Engine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大概是 92 HP 左右 然后 FANTASIC GO 率表现 121 Nm 都匹配时速的自排别速箱 这个动力配置普普通通啦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以前使用这个 PUNCH TVT 的 Saga 因为这个 480 有时候感觉它不大要换挡 整体不是很流畅 但是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讲 这个 480 代表就是这个保养费用低廉啊 等等等等 然后呢 加上这个 Saga 其实 Temporal Engine 其实是一个比较老的 Engine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生机也在情理之中啦 而根据之前的消息指出呢 这个全新的 Engine 是一个 1.5 公升的 4 缸引擎 那么目前有两个说法 这两个说法呢 都是这具引擎 是来自中国版本的 D 号所使用的引擎 但是就没有办法确定它是新款 D 号的引擎 还是旧款 D 号引擎 如果是旧款 D 号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12 HP 峰值率率表现大概是 145 Nm 左右 如果是全新的 D 号采用的引擎呢 它则是一个 1.5 公升的 GDI 缸内子盆自然进去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不错 达到了 125 HP 峰值率率表现 152 Nm 然后椅子匹配的变速箱呢 就会是 CVT 的变速箱 但是就不是 Punch 的 CVT 啦 而是来自另外一个中国变速箱供应商 万里一样的 CVT 而这个变速箱呢 如果你去中国的网站大概是搜索一下呢 其实大部分的用户给它的评价是不错的 而且这个全新 B 号的动力配置 也就是 1.5 公升的 GDI engine 加上 CVT 呢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油耗比较低 所以呢 我相信如果真的更换这个引擎的话 它可以降低这个 Saga 的油耗 然后这个也是目前 Saga 最为致命的缺点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 Phantastico 还有爆料了一些消息 就是这个 Saga MC3 除了会有这个四门的 Sedan 版本之外呢 还有一个五门的 Hatchback 版本 其实大家应该都不知道 就是这个 Saga 的平台其实是 原自 Proton 的另外一款 Saga 的 Proton Seri 的平台 然后原厂将它拉伸之后呢 它才会变成现在的 Saga 因此 Saga 五门版本是存在可能性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消息呢 还有待验证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目前马来西亚这个 Saga 车市场 基本上就是 Pro2 一家 T 到晚 就是它们的 Asia 也好它们的 Mymito 都是目前马来西亚最好卖的先备者 其他的品牌呢 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撼动它们的市场定位的 就连 Proton 本身的 Iris 也一样 那么 Saga 如果真的做一个先备版本出来呢 市场会不会买在呢 我个人还是抱持怀疑态度 而且以目前 Saga 来讲 真的需要做一个先备版本出来的 这个成本其实也是蛮高一下的 我觉得不是太符合经济消息啦 因此这个消息我觉得还有来观察一下 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它的安全配备的部分 目前的 Saga 是提供这个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双气囊还有 ABS EBT 等等的 但是这些 ATTAS 的功能其实是看不到的 我相信在这个 MC3 的版本上面应该也看不到啦 因为如果你要加入这些功能的话 就代表整个车辆的这个电子架构 你就要进行重新设计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如果讲在下一代的 Saga 上面看到 我觉得合理 但是在这个 MC3 也就是小五个一款上面看到这个东西 除非 Proton 有很大的决心 不然的话可能性不高啦 目前 Proton Saga 在全世界的累积销量 已经突破了 300 万辆 可是因为这款车其实是一款定位入门的车子 它的那个安全跟排放法规 已经没有办法符合一些海外市场 所以像是澳洲啊 还有这个欧洲啊 是没有办法看到这款车的 这款车只可以在这种南非啊 巴基斯坦等等市场销售啦 不过我觉得这款车还是很有潜力的 前提就是配上一个比较时尚的外观跟内装 还有不错的动力配置 目前呢 Saga 长期占据这马来西亚第二或者第三 长销的车型啦 正式改款车不能改变这个局面呢 就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还有啦 以上的消息都是 FANTASICO 的爆料 而且这个是有点一定的可信度的 只是我相信这款车不会太快跟我们见面 最快我个人预测都要 2025 年的年末 那么大家觉得这款车是怎么样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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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